大家可能对我印象都是通灵少女 可是在通灵少女整个播出之后 其实我很沮丧 我沮丧地跟那个导演陈和渝说 会不会我这辈子在棒球的努力 都再也不会有人看见了 其实是真的蛮难过 因为其实通灵少女的事情 是我高中大学的时候的事情 那我是大学毕业之后 把那些经验写成书 那我觉得写成书的话 就跟一些过往告别 那我后来就是很 投入在棒球运动当中 一开始当志工 然后带孩子去比赛 帮偏乡的孩子募集物资 那后来带孩子去比赛 那我就觉得裁判真的好烂 那我就在球场上 我就跟他们说 跟裁判抗议嘛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还站站的比你们好 那我就去查 怎么成为棒球裁判 就是一头就这样栽进去 你真的路见不平 自己就来了是不是 所以今天有女子棒球 也有这个主审 也有你以前的这些故意识 所以我们应该 占多少的比例来谈 我现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是 在宗教的部分 就是我还在念 正大宗教的博士班 也有在教书 这是我想要保持的 你现在是个穆斯林了 对不对 是穆斯林 然后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最想做的是棒球 对那我还有一个正职 因为这两样东西都不能当饭吃 所以我还有一个正职 我是当社工 我在立心基金会担任物资中心 类似食物银行的 我觉得非常棒 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棒球主审不能当正职 因为这个薪水太低又不稳定 我们占一场比赛 占主审一场比赛大概 六七百块台币 如果既然不是经济目的 是 就为了那个仗义 要去职严吗 还是仗义执法 应该叫做 对因为我觉得 我真的很喜欢棒球 那我后来就觉得说 孩子们那么认真 棒球的教练选手 这么认真练习 他们应该值得一场公平的比赛 那我觉得我当棒球裁判 我给他们一个表现的舞台 这是我可以为棒球奉献的方式 所以好通宁人生 讲的就是 你现在奋斗的目标 还是讲的是 你在走到这条路中间 你碰到的挫折 出这本书呢 刚好是我 我前面 这是第四集的 前面还有三本 那我觉得前面三本 比较是我 那时候离开公庙 然后一些情绪啊 一些看法等等的 那我本来觉得说 我三本书写完了 我就放下 把过去放下来 结果呢 结果人生就是 就是不是你想的那麽简单啦 我在拍去年 东西上晚你在拍第二季的时候 我遭遇人生很大的挫折 就包含说 我出国比赛的时候把自己把手给摔断啦 然后摔断的时候 你才发现你得失心 这么重也没用 因为我为了那个比赛 我准备了大半年了 然后结果 你自己把自己的手给摔断 然后不能好好表现 然后在拍第二季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我把我过往的事情已经放下了 可是你知道拍戏 然后在讲剧本的时候 他们一直问我 你以前怎样 你以前怎样 以前跟谁怎样 在这样子自己在一方面是低潮 二方面那时候骨折在休养 然后又生活中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剧组这样一直问一直问 有一天我就在剧场我就崩溃了 就大哭啦 对大哭 我就觉得说 我说我已经尽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之类的 那其实可是哭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我很舒服 我第一次觉得说 我可以不要这么坚强 我不需要扛所有的东西 有时候我也需要休息一下 那后来也因为 遭遇这个挫折这个过程 我好好的 学妹啊朋友们都对我很好 都叫我好好照顾自己 我自己在复原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说 这十年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我很多的观念跟想法 也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我就在趁我低潮的时候 就写了这本新的书 我想跟朋友们分享说 所以你现在才是真正的 跟过去的告别 我不敢说告别 但我知道我以前是想切割 可是我现在还知道说 过去的事情 永远是你自己的影子 你不可能切割 可是你现在你看 你从过去的角度到现在 你很难去离开以前 这个所谓通灵少女的盛名之类吧 对 所以我那时候通灵少女爆红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痛苦的 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问通灵少女 还是不要问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博君 我观察他这几年 他的命运 我们讲说好像心电图一样 有人心电图是这样这样这样 他的心电图是这样这样这样 也就是说他可能一年大好 他第二年运势就大坏 再来又大好又大坏 这里面有理由吗 还是就是一个命运 我觉得这是他可能这一辈子他必须要承受的这种命运的挑战跟考验 那跟他先前的这个在投入主审之前这段的生命历程有关联吗 你觉得我觉得他跟他一来个性 那二来的话因为他做事情非常非常认真 那件事情真的让他就像您刚刚讲的爆红 但是他之后我们以为他爆红然后那一阵子又常常得奖 他得了好多奖又到联合国去什么什么 宛如就是一个很高峰 是迎接而来的却是他又调到一个低潮来 那今天来这个现在应该算是又往上坡了 又是生断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以一般人来讲 他我看他这辈子他就是要这样过 不能又来个低潮吧 多麻烦 那就是考验他 其实这就是他的人事 那低潮难免的 那我觉得我以前也遇到很多困难 那我都是用那个转移重心的方式 然后就觉得还好就可以进去